其实利用LINE这个通讯软体来诈骗的手法最近相当的多 相信还有很多人在这一阵子收过一则讯息 就是说朋友的狗狗参加比赛 希望你上网来帮忙按个赞 没有想到这就是骇客入侵了朋友的手机发出的假简讯 要是您真的去按了赞的话那可就糟糕了 因为不但是会中毒 还有可能会被植入木马城市 盗取你的个人资料 拿去购物或者是诈骗别人 来看我们的独家报道 从来传来朋友的狗狗参加比赛 帮忙按赞还附上连结网址 但可别傻傻的点进去 被害人亲身经历乱点连结尝到苦果 任诈骗集团宰割 专家说因为连结的网站是假的 要你点赞以后 然后就会必须让你登入Facebook账号密码 应该说那个Facebook网站其实是假的 看看诈骗网址跟雅虎网址好像是 点选后果然有狗狗可爱照 如果你想按个赞进入页面 也跟脸书登入页面几乎一样 一旦你填写账号密码马上陷入诈骗陷阱 你的个资联络资讯都落入诈骗集团手里 歹徒就能假冒你的身份 对你的朋友小额付款诈骗 也可以继续散播假连结 榨取你朋友的个资联络资讯 宛如病毒传染 通常别人手机会被诈骗帐号密码 这种木码程式的话 通常是在你安装应用程式的时候 它会要你说先安装一个程式 才能参加活动 或者是安装了这个程式以后 你可以累积一些点数之类的 专家提醒别乱开连结 并同意安装APP程式 因为一旦被植入木码 不止个资 联络资讯 手机内的相片 信用卡资料 全被盗走 别因好奇乱开陌生连结 就算朋友传来的也要再三确认 否则最惨的可是自己的荷包 民事新闻陈建廷李志瑞 台北报道